2022年8月30日早上7点钟 AMD进行的Ryzen 7000桌面处理器的线上发布会 想必可能还有不少人没观看 或是对于这次发布会的内容有一些疑问 因此我就针对这次Ryzen 7000线上发布会的内容 整理出简要重点信息 制作出今天的这期视频 当然除了在发布会上官方所透露出的信息以外 我也会从这次发布会所获得的内容 给出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那么我们就开始这次发布会的重点简要 为了能够更详细地了解这次AMD Ryzen 7000的提升状况 我将会打乱发布会中的信息顺序 以Ryzen 7000也就是Zen 4架构本身的改动先开始说起 这样之后在性能表现的图表中 各位也就能搞清楚处理器所能获得的性能提升来源在哪 不过在开始进行Zen 4架构的分析前 先大致重点说一说这次发布会的处理器 并没有给新处理器添加更多的物理核心 接着我们先按下暂停先跳到Zen 4架构的重点摘要 Zen 4架构的重点改动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13%的同频IPC性能提升 全新的前端设计架构 加入了FVS512指令集 以及采用了全新的5nm制程 当中5nm制程和13%IPC提升应该不难理解 就是采用了更新先进的台积电5nm工艺 以及在同频规格下有更高的单核性能提升 而FVS512指令集 更多还是在一些科学应用中才能获得发挥 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其实并没有什么用途 但是这个前端设计可能就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了 这边我稍微科普一下什么是前端设计 一般来说处理器会分为前端设计与后端设计 两种结构进行结合 比如像是前面提到的FVS512指令集 或是硬件解码器 就是后端设计的其中一种 主要是进行特地领域的功能或是性能强化分类 而前端设计则是为后端设计的指令进行拾取与解码 并且涵盖一定程度的分支预测功能 而Zen 4架构在处理器上加大L2缓存的容量 让前端设计可以寄存更多的指令 用于执行拾取与解码功能 并进一步的强化分支预测的准确讯与效率 分支预测这一块其实对处理器的效率 而特别是能效比有很大的帮助 而当初AMD从Zen 2跨度到Zen 3能够有很大的IPC提升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更好的分支预测能力 而这一次Zen 4在分支预测的部分比Zen 3更为优秀 再加上加大L2缓存所带来的良好前端设计 使得Zen 4在对比Zen 3能够获得13%的IPC性能提升 结合了上述四大要点 让Zen 4架构的7950X在对比Zen 3架构的5950X之中 同性能下能够有最多减少62%的功耗 以及所有处理器同功耗下的平均对比下能够获得最多49%的性能提升 如果实际情况下能够做得到这样的水平 我可以说Zen 4的提升是非常多的 要知道如今79550X和5950X基本上保持相同数量的物理核心 在不增加核心的情况下 同功耗能获得49%的性能提升可以说是非常的可观 特别是能耗比的部分 这有利于Zen 4架构在笔记本平台上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我会非常期待日后的笔记本平台处理器 发布会中有一幕让我非常惊艳的 就是这个65W TDP对比下 79550X相比起5950X能够有74%的性能提升 这提升真的非常夸张 即使是105W TDP也有37%的性能提升 也就是说79550X在不打开PBO的情况下 估计就能比5950X打开PBO后的性能 多出个20%至25%左右的性能 当然这是我的粗略估计 并且这个PBT是符合实测下的对比 不过如果这个PBT是真实的 那么可以想象一下7600X对比5600X 多核心性能下应该能有25%至30%左右的性能提升 这个性能表现也着实让人感到期待 而对比隔壁Intel的12代ALT架构 拥有15%左右的核心利用空间优势 以及47%的能耗比提升 这部分反映在桌面端上 基本上大家看看就好 毕竟目前的Intel 12在能耗比上并没有特别优秀 甚至连Zen 3家的Ryzen 6000能耗比都明显更好一些了 AMD里这个PPT应该把对手换成苹果的M系列芯片 这样我想感知会更加明显也更加有说服力 另外在发布会的RoomMate架构发展方向图上 我们也能看到Zen 4其实是有3D V-Cache的处理器款式的 不过这边AMD也留了点后手 毕竟服务器处理器Epic也算是Zen 4架构家族 因此有填上3D V-Cache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当然也不排除家用处理器日后也会有3D V-Cache款式 并且还是封装工艺改进款 只是目前会不会有以及会推出多少款 什么款式暂时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AMD会先等待Intel13代的发布后再做决定 接着是关于AMD5平台的现阶段功能与未来发展方向 AMD5采用了1718增角的LGS设计 对就是和现阶段Intel或是自家线程失列者一样 增角改为焊在主板上 而处理器本体只有接触点并没有增角 我总算不用再面对处理器连根拔起了 不过LGS设计也有一些缺陷 实际情况还是需要正式体验后才能知道 处理器插槽最大支持230W功率 这主要是让AMD5整个平台有更多的扩展空间 所以一次性的把插槽功率拉高到了230W 支持DDR5和PCIe 5.0 这部分暂时就不多说了 反正用户就是只能使用DDR5就是了 而PCIe 5.0本来就向下兼容 所以有肯定比没有好对吧 兼容现阶段AM4散热扣具安装 这个部分看似很良心没有错 不过我记得之前有人流出过 Azate 8代的AM5扣具 明显和AM4有所区别 所以我暂时先保留我的观点 等待实际体验 而这一次搭配兼容Ryzen 7000处理器的主板芯片 9月份的首发阶段只会有S670和S6701 而10月份将会追加B650和B6501 关于新的主板芯片部分这里就不多提 这部分我会留在日后拿到主板后 再制作一起相关的内容 不过这边我得多提一句 虽然B650和B6501并非在9月份同步首发发售 但10月份也就会陆续追加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回想过去同步于Zen 2时代的S570主板 可是拖了将近一年才更新B550 而隔壁最新的12代LGA1700平台 也是首发Z690近了三个月后才发布B660 我觉得这一次B650只是隔不到一个月就上市 已经可以接受的 只是主板价格的部分暂时没有获得肯定的答案 虽说上周欧洲电商平台就脱跑了部分RG高端主板 价格确实很... 但毕竟是早于发布时间点发售 实际的价格参考价值意义不大 还是先等待后续的正式价格公布更为理智一些 再来是我个人非常兴奋的环节 也就是Ryzen 7000对应的DDR5记忆体内存支持信息 Ryzen 7000在DDR5支持点是比隔壁Intel 12代更高的5200MHz 而这个5200MHz是Jetide标准的 这又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随后AMD也公布了自家X-Pro技术 各位可以理解于类似Intel的SMP 但不同在于过去AMD都是强行去兼容Intel的SMP技术 或是利用SMP的基础进行针对优化 而X-Pro技术则是原生为AMD进行匹配优化的独立规格 而这样的记忆体内存独立优化技术使得Ryzen 7000在1080P油性能获得11%的性能 提升63纳秒的性能延迟 独立优化的记忆体内存参数表以及更加稳定性的兼容 如果我没猜错 这会是以在Jetide 5200MHz下开启X-Pro技术后的表现 不过最让我感到兴趣的是这个 63纳秒的延迟性能 要达成这个延迟表现 并且只靠一键打开X-Pro技术就能达成 还得稳定 我能想到的也就只有F-Clock 1比1分屏的可能性 主要是之前就有听说过这次的Ryzen 7000 是有可能在DDR5 5600频率下达成F-Clock 1比1分屏的 但毕竟官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实公布 只给了个63纳秒的延迟性能表现 虽然说不一定是1比1分屏 但可能性非常大 这也是我为何会如此兴奋的原因 AMD明显知道使用了DDR5性能 却不如DDR4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这一次我必须要给AMD一个赞 你做到了目前Intel无法给予我们的事 最后AMD5平台主板的售价将会从125美金开始 这价格应该会是未来B650的价格 为此我对比了一下目前在售的B550主板价格 这个价格其实还算合理的 并承诺将会继续使用AM5接口直到2025年后 虽然说AM4已经突破了5年大关 而AM5只给了保守3年好像有点抠 但是之前AM4也只承诺到2021年而已 只是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 所以AMD可能只是浪子弹继续飞 看看日后AM5的平台可说性与市场反应吧 之后继续延续使用也并无不可能 OK介绍完所有规格项目的信息 终于来到大家喜闻乐界的性能对比了 值得一提的是Ryzen 7000目前的最高频率达到了5.7GHz 那么是不是就表示全核性5G已经能达成的了呢 特别是7900X和7950X这两块 加上了前面提到的架构IPC提升有13% 这一次Ryzen 7000处理器的单核性能提升有29% 这使得7950X对比5950X在游戏性能部分能够多达35%的性能提升 多核性能则是有48%的提升 而我特别注意到Dota 2这款游戏居然有32%的性能提升 同样是网游 CS Code却只有13%的提升 这是因为Dota 2这款游戏虽然是单核 但相比起单核频率 它更加依赖于处理器的缓存性能 这部分我在过去制作过12400F对比5600的时候就有提到过了 各位也可以回去观看科普一下 而32%的性能提升应该是得利于前端设计的改良 包括L2缓存容量和更好的分支预测结果所带来的 而多核性能表现中 Cinebench R23跑分居然能多出48% 也就是说7950X以同样16核32线程的规格 跑出了接近于24核48线程的Zen 3处理器性能 这性能确实让我有点怀疑 但我又非常希望这是真实的性能提升 而对比了12900K后 游戏性能和多核性能表现分别有最多23%和62%的提升 当然具体的表现还是得看软件本身的优化 而像是CSGO还得是Intel更为理想一点 另外相较于12900K 7950X在VRES渲染测试下获得了62%的性能提升 能耗比也有47%的提升 而等下性能有62%的提升但能耗比却只有47% 意思是在进行VRES渲染测试下 7950X的功耗还比12900K更高? 而是我的理解有误吗? 我真要理解应该是对的吧? 如果是我的理解有错误 我麻烦各位来纠正我 谢谢 另外有一点非常有趣的 就是在发布会上 AMD Ryzen 7000全系列4款处理器 在GIMBESH 5.4的单核跑分测试下 都远比起目前Intel旗舰级别的12900K明显高出不少 很当然这部分大家也就看看同意了 一来是GIMBESH的测试有一定变量 二来则是13代在单核性能上 凭借着更高频率还是会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真正的对接 还是得等到13代出炉后才能见真章 不过之后这个7600X在游戏性能表现上 大部分均比起12900K更加强这一点 算是给予之前12600K游戏性能 全面调打5950X一个回礼了 最后是售价 售价分别为7950X699美金 7900X549美金 7700X399美金 和7600X299美金 我特地去追照2020年Ryzen 5000的发售价格 基本上7600X和7900X的价格 同等于当年的5600X和5900X 而7700X则是比当年5800X便宜50美金 7950X更是比当年5950X便宜100美金 算是加量不加价了 现在就看其他像是主板和DDR5记忆体内存的投入成本 是否值得我们花费这笔钱选择它们了 终于和各位介绍完这次发布会的所有看点了 平心而论 我个人觉得这次Ryzen 7000的性能进步 算是在预期之中 但又有那么一点应该还可以做的更多的想法 可能是之前Ryzen 5000系列的Zen 3架构 在采用与Zen 2架构相同制程公寓 与同样主板平台下就能获得19%的IPC性能提升 在当时真的是完完全全震撼到我了 而这次的Zen 4架构 在采用更先进的5nm制程 以及搭配全新的主板平台 IPC性能提升却只有13% 可能是我的要求太高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像是加大L2缓存 更优秀的记忆体内存控制器 以及自家的Export技术 也算得上是这次发布会中比较亮眼的部分 虽然并没有继续堆卸更多的物理核心 来稳固自己多核心性能强项 多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 但是仔细思考后 其实有多少人是需要用上16核心的呢 因此我还是释怀了 至于我差点忘了发售日期 AMD Ryzen 7000的四款首发处理器 与主板将在2022年9月27日开始发售 如果我没记错 评测解禁应该是在9月15日晚上就能看到了 这时候你们会想问 Kenny你会做首发评测对吧 我呢确实有这个意愿 但是呢 我感觉AMD好像对我的评测不感兴趣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目前还没收到任何有关首发评测邀请 当然我是指东南亚或是马来西亚公关的部分 所以呢 我再怎样有这个做首发评测的心 也得看他们是否要让我做才行对吧 不管怎么说 就算我没有获得首发邀请也无所谓 接下来这几个月我可以和各位保证的 就是我会陆续制作有关Ryzen 7000或是AM5平台的主题内容 因此如果各位不想错过的话 也别吝啬你们的点赞和转发让更多人看到这期影片 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另外这几天还会有一期算是本频道内时长最长的内容会发布 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那么本次影片就到此为止 我是Kenny肯利库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